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命搭上了 这手腕的肉肉也太厚了 简直是新时代的灭纹神器呀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狠 曾经相逢 文故有一死 或死于文香叶 或死于苍蝇泡 萌娃不发威 真当我的肉是白长的 你瞅瞅 谁家孩子这么讨都上桌了 别问 问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打球机器 身高不够 桌子来凑 两岁的萌娃和大爷队打乒乓球 在下蹲的那一刻就看出实力不凡 只见萌娃 天赋一柄 谷歌惊奇 左手挥拍 淡定接球 十几个挥合下来 这波操作我服了 大爷如临大敌 萌娃漫步惊心 动作随意的 差点让我以为我也行了 这大概就是咱们国球强大的原因 他就是有让他多练 但是他就是记不住点 哇 这迷迷茫茫的 小伙儿画啥呢 这么认真 这马上要考科目三了 点位操作记不住可咋办呢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教练的培育 外加我的小小努力 才会换来合格的成绩 只见小伙儿熬了个通宵 硬是把涉及的道路 以及挂挡加油统统画下来 真是纯理论性选手啊 可尽管图足足有一张茶几那么大 密密麻麻全是标识 小伙儿还是考了两次 才取得驾照 点火挂挡松手杀 慢台离合把油加 熟练技术学到家 安全行车全靠它 不过理论得联系实际 毕竟开车靠手不靠嘴 看我奋力狂等一个加速 就超车了 就追上前面这辆大货车了 骑车耗失费体力 就在这一时 一辆货车引起了他的注意 直见小伙儿为搭顺风车 手扶前方大货车 很多车辆多次按喇叭提醒 但他仍然我行我素 不管不顾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直到大货车驾速超车 在前后夹击下 小伙儿才被迫放手 是不是感觉特别省劲 不过就是有点费命 耍小聪明的人 总是能找到更快作死的方法 这会儿顺风 过一会儿货车就送你上路了 我乐意站在你身后 把你拦在胸口 哎 妈妈手里拿着的是 冰棍 可我这妈妈不注意 白头就是一甜 中后计划 甜甜的也太好吃了吧 果然 冰棍的诱惑是无法抵挡的 光甜一口怎么能够呢 妈妈你听我说 真的是冰棍先动的手 我就吃怎么了 我就吃怎么了 你不也爱吃冰棍的吗 再说你跟我一起吃 它不就好了吗 哼 再不吃美了 像我这样聪明伶俐 还会卖萌的闺女 吃你几口雪糕怎么了 从此萌娃但凡路过冰箱 就赖着不走了 瞧一瞧 看一看 我家孩子这车技怎么样 妈呀 只有这么大点孩子开车 不要命了 爸爸抱着开车怕啥 你说我家孩子道还没做明白 方向盘咋把得这么好呢 马上就得成老司机呀 拿无知当个性 拿生命当儿戏 路人定睛一看 瞬间被吓坏 反手就是一记举报 看似是爱 其实是害 孩子不懂事 当家长得也没长大吗 真是给孩子当反面教材的典范 赶紧去幼儿园重读吧